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罗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欣颖 罗佛州阿斯利康疫苗接种工作 于今日上午正式开跑 阿斯利康疫苗接种中心 就位于新山的罗佛国际会展中心 在早上的八点就已经有预约者在排队等候 第一位接种疫苗的民众 是来自巴珠巴霞的伊德利斯·阿曼 他是一名退休的校长 今年66岁 一大早他便从家里开车到新山 准时在八时四十二分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首批接种的预约者 主要是年长者和残疾人士 从登记到接种的过程 耗时约30至45分钟 由于有大批的警察和陆军部队的协助 疫苗中心的内外都维持良好的秩序 预约者也都顺利接种疫苗 有民众在接种后就表示并没有感到不适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快的接种疫苗 让疫情可以尽快缓和 换个焦点 疫情如此严峻还要庆祝生日吗 有四名男女在公寓庆生 结果每人都被开出4000令吉的罚单 新山南区景区的速读组警员 是在昨天下午5点接到情报后 突击新山拿都阿都拉达西路的一个公寓单位 警方抵达现场后 发现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群聚是为了庆祝其中一个人的生日 那他们的年龄介于26岁至31岁之间 由于行动管制令3.0期间不能举办活动 这群人已经抵触了2020年防范及控制传染病条例第十条文 每人各接获一张4000令吉的罚单 另外 如佛州警方于本月5日 首破由韩国人幕后操纵的网读活动及护叫中心 逮捕9名充当该非法集团客服人员的韩国籍男子 以及一名负责膳食和住宿的本地男子 这也是我国警方今年第一次破获涉及韩国公民的网读案 柔州总警长拿督阿玉汉就指出 警方突击设在伊斯坎达公主城辖区内的两个呼叫中心 当场逮捕年龄介于29至66岁的10名男子 其货总值约15万令吉的财物 那上述的呼叫中心提供9个连接平台 供韩国网民参与线上的赌博活动 包括金钱交易 也直接汇入当地的银行户口 那这9名韩国籍男子持有旅游签证 在我国封锁国境前已经入境 其中2人是在2019年入境 另7人在2020年2月抵达 最后是一则社会新闻 老千盗用美女罩并假冒东甲的一家老字号金铺 设下网卖金式骗局陷阱 一名咖啡店女东主向这名美女网友订购金手桌 下单付款后等不到货才知道上当 痛失2305令吉 那这名女侍族就指出 她原本打算先付一半的款额 后来担心全面行管令延长 金铺无法开店而拿不到手桌 便干脆一次性把这笔款项汇到对方的银行户口 想不到钱过账后 这名网友却已销声匿迹 她事后也致电向东家的老金铺求证 得知店家并没有在社交媒体网卖任何的金饰品 她下午便前往警局报案 店名被盗用的店家也已备案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洲日报新洲网 您看我们有所未见结束的 电ons 回头